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3日 星期五 今天也是端午節 其實在英國是早上 早上起床吃早餐 吃了粒粽 在這邊買的粽 也算是不錯的味道 唯一差一點就是沒有蛋黃 剛好吃到沒有蛋黃的 說回 現在 我們也很關心中國的政國 但是中國最近發生了一件國際的大事 是國際的失敗大事 我們也要將他扣連到習近平的思維 從這件事 也可以看得出習近平 真的是上世紀 50、60年代的人 到現在 他的思維還停留在當時 二戰至1960年代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要突破美國的第一島鏈 怕著馬六甲海峽被封鎖 所以他要買緬甸 他要買黃京港 緬甸就是一個印度洋出海口 黃京港就是這個 吉隆坡 吉隆坡 出小小的有個小島 他要買那裏 用來取代馬六甲海峽 另外 也是 一度投資了一筆錢 給泰國政府 在 泰南地區蓋運河 在最薄的地方蓋穿運河 然後就可以避過馬六甲海峽 其實 當然要跟大家說 中國是被人找了 因為泰國政府 是控制不了泰南地區 泰南地區 長期以來 都是受著 穆斯林的遊擊隊 騷擾 基本上在那裏的官員人心惶惶 任何士兵被派駐的泰南基本上都沒有命回家 所以那裏實際上 是泰國控制不了的地方 泰國當然是跟你簽約了 你想怎樣就怎樣 最重要是你磅水 磅水 你去不了也不關我的事 我也盡量協助你 但是我們也不敢去 槍林彈雨 你去到就給你氣 中國有一次被人找到泰南 從馬六甲海峽封鎖線 看開通泰南 或者黃經港 大家想到是甚麼呢 就是要避過美國 一旦跟美國爆發衝突 美國怕封鎖馬六甲海峽 令到所有貨品無法運到中國 所以他覺得 他可以在緬甸出海 經印度洋 你覺得你過到印度洋嗎 你覺得美國只是封鎖馬六甲海峽嗎 美國只要派 航空母艦 去 緬甸外面 派去印度洋 你所有的船都過不了 如果真的要封鎖你 為什麼 習近平還是以戰思維 你覺得現在有美國去不到的地方嗎 剛剛發生的世界大醜物 可以說充分表演出 習近平那種無知 這個新聞是甚麼呢 就是太平洋10個賭國 星期一 拒絕了中國提出關於區域安全和經濟發展的全面協議 擔心這樣 是令到他們受到北京的控制 這則新聞聽下去 大家想不想甚麼呢 中共 希望在南太平洋的賭國 就是安插他們的勢力 發展他們的勢力 甚至乎駐軍 直接威脅美國的安全 甚至乎 給錢收買賭國 在那裏部署導彈 好像古巴導彈危機一樣 可以直接射擊美國本土 當然這是一個很好笑的想法 我們 要跟大家 詳細說一下 究竟為什麼這麼好笑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Patreon的同事告訴我 我們 差不多這半年來的Patreon 跌了四分三 即是 之前跌了一點 現在只剩下四分一 我挺震驚的 為甚麼不斷跌呢 他說最近很多人退了Patreon 不知甚麼原因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盡量加入Patreon 雖然我們Patreon 很多人的網友都未被Patreon聽 但是 Patreon其實就是方便你關了一部電話 不用穿著畫面 也可以聽到 對於某些開工的人 其實也挺方便的 當然是特定的 有些人在 家裏可以幫我們看看 用手機 又或者 用 PC 幫我們無限loop 甚至幫我們點擊廣告 我們也很開心 當然Patreon也是其中一個途徑 如果大家想贊助我們 可以透過Patreon月費贊助 當然其他途徑也可以的 你私底下問我們吧 我們有PayPal、PayMe、有其他戶口 我們繼續說回 這宗新聞 發生社5月30日 發自非製首都蘇瓦的電稿 中共外交部長黃毅和10個太平洋國家 代表在匪製的會談失敗 這是一個中國的外交重大挫折 北京這個計劃引發了強烈的警告 特別是來自澳洲和美國 即是在這個戰略區域 可能落入中國之手 這個全面協議包括 中國向太平洋國家提供援助 包括訓練執法機構 以及支持網絡安全 以及對海底的精細測繪 以及更好開發陸地 海洋自然資源 就這樣聽 很明顯就是他們希望用網絡 希望用執法方法 幫這些執法人員洗腦 使得他們 親近中國而遠離美國 遠離澳洲 當然這是不現實的 澳洲就在他旁邊 他沒有可能親近中國而拋棄澳洲 最重要是什麼呢 海底精細的測繪 這個方便中國的核潛艇潛入澳洲 或者南太平洋 方便 只要知道海底的地形 他的核潛艇就可以避開很多東西 而 美軍沒有辦法找到他的地方 發動攻擊 這個 其實就是古巴導彈危機 的2022版 大家都知道 現在基本上發射導彈 通常都是 尤其是核彈 通常都是透過核潛艇 而核潛艇忍得越深 藏得越深 你就越發覺不到他的位置 他可以去到你的福地 當然他不敢經過太平洋 不敢去美國 因為 怕被人測到 怕被人捉到 但是 現在如果他跟南太平洋賭國收買到的話 那麼他們就可以在那裏大量的測繪 之前 印尼的事件也是一樣 就是他們想在 在南太平洋 在東南亞的地方 在南太平洋 澳洲附近一帶 測量海藏 方便他們的核潛艇進入 以及離開 好了 據報導說 北京的條件 包括有幾百萬美元的財政運作 太平洋倒退和中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 以及前景 誘惑他們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 最近 被這個地區其中的領導有一封信 就是麥克羅尼西亞聯邦的總統 大維 他就說把這個協議描繪為虛情假意 指在確保中國 對他政府的影響 以及對部門的經濟控制 在會議結束時候 太平洋島國的領導人發表了更加溫和的聲明 表示由於缺乏區為共識 他們不接受北京提出的共同發展願景 不理你 金士豐會共同主辦方 匪制總理 在會議後表示 太平洋國家的做法上要保持一致 據澳洲ABC報導 他們跟中國外長王毅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說 就好像往上一樣 在關於新的區域協議任何討論 我們也要把我們國家之間的共識放在頂位 發生事就說 北京提議 感到不安的國家 包括巴布亞、新紀內亞、薩摩亞、 麥克羅尼西亞等等 以及外交上承認台灣的帕魯 帕魯沒有被邀請參加這次會議 因為他跟台灣有幫交 巴布亞、新紀內亞的外長 告訴法新社 他對一個區域性的協議感到很擔憂 我們更加願意和中國一起處理我們的安全問題 這些外國人說得很溫和、很客氣 中國 這次王毅在這個地區執行了10天的外交 基本上他們都是失敗的 因為甚麼都遷不了 中國駐匪制大使 前波 在蘇瓦就說 所有10個國家給予的普遍支持 當然一些具體的問題上是有擔憂的 我同意這些文件在事後再作討論 直至我們達成欠意為止 死心不食話 究竟是甚麼呢 其實想告訴大家 太平洋島國又稱為第二島鏈 但是美國為甚麼不插手 澳洲 跟這些地方有保持關係 但是始終也沒有對他們有很大的落注 原因就是 他們真的威脅不了 美國 他們最多可以騷擾到澳洲 但是 如果在那裏部署任何的東西 包括核潛艇 即使你在那裏核潛艇 最多是對澳洲有威脅 但是大家也知道 區內的10個賭國 全部跟澳洲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他們去澳洲的機會絕對比中國大 跟中國又沒有甚麼生意做 你有甚麼益他呢 他跟澳洲關係好一點 比跟你收你一點錢 所以 這班人 基本上 是不想收 亦都不敢收中共的錢 因為收了你的錢 要幫你做的事情 是危害區內安全 第二 美國 亦都不會受到你威脅 因為這次不是古巴導彈危機 你想射美國 那麼遠水路 人家射都射到你了 所以 我認為這次他們這個部署 遠遠泉泉泉 思維停留在1960年代 1962年 當時的古巴導彈危機 美國也不是沒有出聲的 基本上不怕你說不怕你 但是 也警告 這些太平洋國家千萬不要跟中國踏成這些 不透明 亦都模糊的協議 澳洲 也跟美國一起敦促中國 停止擴大 在這個地區的安全影響 為你不要搞搞震 所以這次中國是一個外交上的失敗 也是一個 這個戰略 是用一個上世紀 60年代的戰略 套用回現在 現在的21世紀 這是60年前的戰略來的 你還拿出來這種 覺得可以有用 結果 那些國家也不敢收你的賄賂 因為知道收你一點錢 他們會出賣自己的利益 誰可以保護到他們 只有澳洲 只有美國可以保護他們 靠你中國 現在的中國 擺明 是用來插針 大家都看得出你的狼子野心 這件事 可以說是一個笑話 講完給大家聽 接下來 再分析其他的 大陸政治逆勢 拜拜